台中亚洲大学 带来看有一位 即将要毕业的女学生 她叫做赖韵竹 16岁那一年呢 她被诊断出罹患了血癌 那么治疗时间两年多 她就把整个化疗的过程 用画用绘画给记录下来 分享给大家 也鼓励其他的癌症朋友 那么热爱生命的精神 也让她获得了 周大观抗癌圆梦助学镜 长长的头发 穿着打扮很可爱的赖韵竹 正讲解着她的创作 第一 然后吃药 然后吐 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病症的感觉 就是从每个人身上得到 一张涂到 竟她曾经面临的困境 16岁那年因感冒久久不遇 到医院检查出罹患血癌 之后就是漫长的化疗 我的同学都在面临 就是考试 小考 好烦哦 可是我明天要面对的是 我明天要腰椎穿刺 我明天要打某某化药什么的 同年级的朋友正在挥洒青春 她却在病房里跟死神搏斗 不过治疗期间的痛苦没有打倒她 反而让她更珍惜所有的一切 用画笔跟创意记录下来 甚至愿意把经历的过程和大家分享 战胜血癌永不丧志也让她得到周大观抗癌圆梦的注血金 不过一直默默帮助弱势 利害学生的基金会也因受到疫情影响 小额捐款少了六成 因此也希望大家能一起乐捐 助利害的孩子一臂之力 明日新闻 于秀生 台中报道